好 我们再关注另外的一位男神 4月29号的这个男神古天乐呢 是现身到了某商场 顿时吸引了几百位观众的这个围观 人满为患 几度失控啊 对 失控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原本安排好的记者采访的那个区域 都被迫要更换地点 古仔的魅力 这是不同凡乡 瞧瞧这被粉丝拥戴的场面 可是古天乐怎么还是个冰块脸呢 原来他有苦衷 我去外面的时候有一两个女生在摸我后面 我也没办法 太多人了 话说明星出席发布会前后都有保镖护驾 照理说被砍游的几率不会那么多吧 不过古天乐可不这么小 有一个男神挡在我前面帮我开路 但是他张钉不动的 然后我就快点走 后面的人一直在摸我 久而久之他也有了一套自我保护心得 这些强服不要穿白色衣服 然后就是尽量 但是没办法的一天人在规模里 整个镇定每一个部分 真是当明星男 当一个全民男神更加难 如果收藏我可以想去一个地方 不是没有人认识 任何认识的问题是 没有那么多人 真的可以丰顺一下 娱乐新天地 综合报道